俄罗斯公布一款新型两栖轻型坦克大秀水陆作战能力 而这款新武器会成为前进乌克兰边界的军武之一吗 在社群平台TikTok上 现在就有多部短片曝光俄罗斯的军力部署 一整排看不见镜头的坦克车海和步兵部队 就出没在乌克兰三方边界 公路上还出现了运输短程飞弹伊斯坎德尔的车队 伊斯坎德尔的射程范围是450公里 以目前俄罗斯大军三方包夹乌克兰的态势来看 轻易就能大杀四方 就连乌克兰南部的黑海水域都有多达30艘的俄军战舰出没 水路夹击 而俄罗斯中心盟友白俄罗斯 更在距离乌克兰仅仅16公里的地方军演 敌人杀到家门前 美国的警告语调越来越激过 从国防部到白宫都说普京出手几率很高 但是上个周末拜登亲自出马和普京过招 一同62分钟的电话换来俄罗斯的四个字歇斯底里 俄罗斯反批美方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假讯息之战 相隔一天拜登又在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话 比较像是在打强行针 但是对乌克兰来说西方所谓的制裁缓不济急 最直接的是要先拿到大量的致命性军武才能自保 就这么刚好 几个小时前就才从立陶宛送上了一批美制的独次防空导弹 俄乌危机升温至今 乌克兰已经收到了美国共计17批超过1500吨的弹药 拼命送军武就是因为美国坚称拿到了可信勤资 相信普钦会借由恐攻或是种族屠杀等为其行动捏造出兵借口 美国推想的剧本之一就是俄军直接攻陷首都基辅 现在连乌克兰警察都加入了演习行列 这是在南部城市进行的反恐演练 鹤枪实弹还燃放汽油弹 由总统泽伦斯基坐镇督军呼吁全民不要恐慌 我们必须要准备准备 这不是昨天开始 这开始在2014年 现在是我们国家的最好的朋友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最好的朋友 二无围巾烧个没完 德国总理萧姿最新前往乌克兰进行新一波的斡旋 北约领袖轮流奔走 远然是一场西方各国对上普钦的卖艺战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